不一定 上街有代表性的老手 就是在董事理的家当信仆 原本在所有的土地地面 完了十多年 后来有一位五岁民众 将信仆兵的一栋面帖 买到来经营民宿 五岁民众也因为很爱的手 所以开放自己担心的地方 让家当信仆重新给大家敬礼 不就乡亲也开始整个一年 进展爱桥和桥桥 申伯的结果 民社业择开担门 这张桥年特到1260亿年的家当信仆 总算是中心给大家记民 附近记民也欢迎可以跟申伯进去接受 它已经关闭了差不多十几年 以前我们很喜欢这里 我们刚搬来29年前搬来这里的时候 那时候家当树很漂亮 因为这棵树已经有1200多年了 这真的是很珍贵的树 当初只想说这个树也不是我种的 也不是每个人的 而且是地主也不是属于地主种的 它是原来就有的 它就被旁边的土地把它围住 我这边刚好能够对外有一个窗口的话 就有这个机会把它 全部就是说可以提供给大家 整个证明可以一起来分享这棵老树 甚至全台湾人也可以一起来看这棵老树 关了十几年的家当新墓 因为很爱稍微的五千石 买下一遍这棵房车经营民舍 台湾开门河所有民众 可以欣赏新墓的风采 也好不借地愿人书是相当欢喜 家当新墓一直是保里人新墓中 最有代表性的老手 只是因为围地书有土地上 一直没得到很好的照顾 甚至营充比拐了十几年 已经被寄生了 对已经被寄生了 你看它整个都缠绕在一起了 然后呢它那个主干啊 里面都已经从里面进去了 那不是它的 这是雀龙的树根 它承受这么大的一个重力啊 那雀龙再把重力再加上去的话 搞不好这整个都折开了 新墓虽然它是原材 但很多人一看就知道它拍拼了 而且变得很严重 这么大的囚犬 囚犬差不多都已经暖去变空心 有心人书也因此开始结极造种 专门求求新墓的行动 第一个它的健康 对于这种老苏的专家 或者是苏医生 我们也可以去邀请他们来去做诊断 他们也愿意来让售这块土地 一时之间 我们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财力 可以去购买这样的一大片的土地 那我想我们也征求我们工部门 或者说很多有爱心的企业人士 可以一起来促成这件事情 它是大自然本来就有的东西 然后我们因为人的发展 然后把它限制是它的成长空间嘛 所以现在变成说 有这个机会的话 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 心目中间天日是一个机会 成就老少要需要大家的努力 等于来说 必须先解决土地的问题 但肝尘促逼的 是为心目进行适当的医疗和照顾